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四档王牌例题 这道例题里边说的是这样的四幅图 然后问四种水果各种多少克 那么在这四幅图里面我们发现啊什么呢 菠萝有三个对吧 苹果也有三个桃子也有三个梨也有三个对吧 它是三个三个的称了一称 然后有了一个具体的质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每一个水果的数量都相同的话 不妨建议大家你把这几个柿子合起来试一试 我把这几个柿子合起来试一试的话 我发现啊苹果有几个呢 有三个苹果 同样的三个桃 还有三个梨 还有三个波罗 对吧 它总质量的合呢就是这四个数的合 这四个数我们在加的时候先加它的整百部分 那么700加300这已经是1000了 剩下的800加600的话1000加1400 2400对吧 再加它的整十部分 三个30这就是90 也就是2490克 好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等式 大家看看对不对 没错吧 那你已知这样的一个等式之后呢 我们把它画简一些 这是三个苹果三个桃 三个梨子三个菠萝 那如果是一个苹果 一个桃 一个梨 一个菠萝呢 那这就应该多少克 除以三是不是就可以了 2490除以三 830克 说老师啊 那然后怎么办 四个水果的质量我都知道了 依次的来做比较就可以 你看这里吧 只有630克 它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什么 缺了一个梨 对吧 所以一个梨的质量呢 咱们就可以用830减去630 200克就算出来了 这是一个梨的质量 没问题吧 来看第二个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一个苹果 所以咱们用的是830再减去730 就能算出一个苹果的质量 这就100克了 如法炮制 后面这是什么呀 后面这明显缺了一个菠萝 对吧 菠萝比较沉啊 所以咱们用830减去330 菠萝的质量 这就是500克 最后呢 最后剩下的这里边就是一个桃 对吧 桃呢比较轻一些啊 小桃子 那用830减去这里边的800 就等于30克 桃子的质量呢 也就算出来了 那像这样的方法哈 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 我们说像这样 加数各数相同的时候呢 哎呦轮换出现哈 这种时候呢 我们把等式相加 然后化解 哎 求出一个和以后 再来进行比较就OK了 是非常常见的那个考点哈 宝贝们一定要注意了 OK 那么这个问我们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后一道王牌立体 说柜子里呢 有大中小三种花瓶 买4个中瓶的钱 可以买2个大瓶和1个中瓶 买11个小瓶的钱 可以买6个中瓶的钱相同 现在问买8个大瓶的钱 可以买多少个小瓶 首先题目是文字形式出出来的 我看着会有点费劲 所以建议大家先转成图文算式 再来进行考虑 第一句话 说4个中瓶 对吧 相当于什么呢 买2个大瓶和1个中瓶的钱 OK吗 OK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又说买11个小瓶的钱 等于买6个中瓶的钱 现在问的是 买8个大瓶的钱 可以买多少个小瓶 其实要找的就是 大瓶和小瓶之间的关系 那我把谁给它去掉就行了 把中瓶不看 是不是就OK了 对吗 我们来划减一下 你看看哪一个式子 我们可以变得简单一些 首先第一个式子 4个中瓶等于2个大瓶 1个中瓶 那其实就是三个中瓶等于2个大瓶吧 对不对 是不是三个中瓶等于2个大瓶 对吗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三个中瓶等于2个大瓶 我要找的是谁 我要找的是大瓶和小瓶的关系 那我怎么找呀 这是六个中瓶呢 哎呀 说老师六个中瓶 我要知道三个中瓶就好办了 可是不知道 这边砍不了半 砍不了半没关系啊 我上面的这个式子 可以把它翻倍啊 对不对 所以六个中瓶在这里 我就相当于是四个大瓶了吧 对吧 哦老师我找到了 四个大瓶等于六个中瓶 等于六个中瓶 对吧 就相当于11个小瓶 也就是说从这儿 我就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系式 说四个大瓶 等于六个中瓶 等于11个小瓶 没问题吧 问题问的是几个大瓶 八个大瓶 那八个大瓶就应该是什么 翻倍了 这就应该是12个中瓶 也就是两份的11 对吧 22个小瓶 你看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就有了 好 这道题呢 其实也就做完了 在这一个问题里边啊 我们主要是列出了图文算式 帮助我们简化数量关系吧 同时提醒大家 能简化的式子就把它给简化了 是不是 等于左右两边都有 你就去掉了 再来观察一下就OK了 好的 来最后呢 让我们来看一个举一反三啊 我们现在说的是 文风商场体育柜台上面 放着大中小三种球 如图所示了 那已知小球的质量 就这个小球的质量 150克 哎 你看啊 每一层的总质量相同 所以其实告诉我们是三个等量吧 只不过它是以文字叙述的形式 告诉我们这个等量的关系 对吧 好 现在问的是大中两种小球 各种多少克 既然三层的等量相同 它的质量都相同的话 我不妨去掉相同的量 变简单了以后 再来进行考虑 对吗 我可以去掉谁 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下这三层 你呢 这个是相同的 相同的 相同的 是不是都可以去掉 对吧 哎 还有什么是相同的呀 我们来找找 比如说我们来观察一下 第一层和第几层 第二层 对吧 把相同去掉了以后 你会发现 哎呀 这一个排球 等于的就是底下的这一个 这个中球吧 对吧 这是一个大球 是不是 那一个大 就等于两个中 没错吧 那你再观察一下 还可以观察什么呢 比如说你说老师 我刚查了第一层和第三层 那我这就可以找出来 一个中是不是等于 两个小 那这儿如果都明确了的话 每个小球的质量是150克 所以两个小球很明确 300克 对吧 那一个中球确定了以后 两个中球呢 两个300 600克 那我们这样的问题 其实就解决了 所以大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啊 需要灵活一些了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讨论到了一些 等量待换的常用方法 比如说替换法 用目标量 是不是替换掉咱们的中间量 对吗 哎 把中间捣乱的那个 给它替换掉就行了 还有标一法 一般是给最小的量标一 有个常见的方法啊 就问什么 问是几个几 对吧 你就问什么那儿 那就标一就行了 好 另外呢 我们说个数相同的时候 可以用十字相加的方法 对吧 哎 然后求出一个总和 再来进行比较 就能得到答案 最后呢 咱们提到的是 列出图文算式 找到这个相同量 等是左右两边 你可以抵消掉 能抵消就抵消 简化算式 这就OK了 那么亲爱的宝贝们 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呢 我们也就说到这里 我是童童老师 下一讲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